我们的资料库 收集的越来越多 我们甚至可以来调参数 比如说假设这个病人 假设我把他的养核浓度提高 对病人的育后胃有什么改变 把他血压提高 对他育后胃才能什么改变 齐美医院院长林鸿龙详细说明 AI导入医疗的经验与成果 这是由立法委员王正旭与陈培宇 共同召开的公庆会 会中特别邀请林口长庚 台南齐美及台中农总这三家医学中心 分享推动医疗数位化 及智慧化工程的心得 卫福部等行政机关则报告 各部会如何透过平台建立 跨部会资讯分享 协助业界创新模式 智慧人才培育 打造三大AI中心 引入健保资料库统计分析 与整合医学中心和地方诊所等 医师公会 护理师公会等医疗团体代表 也提出在实务上面临到的问题及建议 王正旭期盼 透过公听会的充分交流 让台湾医疗更进步更安全 并借此打造AI医疗品牌 让台湾成为全球智慧医疗 与AI产业的影响力中心 AI导入医疗以后 有哪些新的思维 透过这个思维 我们如何能够让台湾的医疗 可以更进步更安全 医疗工作同仁 可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之下 来协助整个医疗的运作 我们期待今天的公听会 在我们的专家 还有业界报告以后 我们也聆听行政部门的报告内容 最后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初步的结论 让未来在发展 这个AI医疗过程当中 如何能够让这样的功能 还有这样未来有机会 能够在世界上 发挥我们强大的影响力 那相关主管机关 也在利用这次的机会 互相的讨论 如果能够让台湾 在未来医疗云的建构上面 可以有更好的机会 还有更有前瞻性的一些方式 立法人陈培渝则强调 将督促国科会 紧速拟定AI基本法 避免医疗产业走在前头 现行法规却跟不上 反而产生冲突的情况发生 产业走得很快 或者是第一线走得很快 但是合理的法规范 走得比较慢 甚至会有相关的冲突 这个时候 立法委员的角色 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非常感谢 王振旭委员 召开今天的会议 那后续的部分 我办法是因为 台湾的AI基本法 会落在国科会 那我们非常期待 国科会把AI基本法 推出之后 相关部会 其他的各个作用法 就会开始往前推进 这场公听会 也达成几项共识 包括推动 建立医疗云国家队 促进医疗院所 落实大带小模式 以加速并扩大 AI导入医疗等 卫福部也将 汇同经济部 及数位发展部 积极研拟相关 推动计划及其成 与AI医疗 监理沙盒所需法规 记者张旗潘 台北报道 OK 好 谢谢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